据底特律新闻报报道,目前总共有四个潜在的买家宣布参与底特律势力美术馆的馆藏艺术品的竞标。 来自中国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计划出资10亿美元,收购底特律势力美术馆的所有中国文物。 保利国际是中国最大的拍卖行,也是仅次于英国加士德和苏富比的全球第三大拍卖行。 由于债务缠身,底特律在去年7月宣布破产。 目前,市政当局希望通过拍卖美术馆馆藏艺术品来支付其高达180亿美元的债务。 底特律新闻报报道说,除了直接拍卖以外,市政当局还计划利用底特律美术馆内的6万多件馆藏文物和艺术品作为抵押,为市政府筹集20亿美元的贷款。 而这些藏品当中包括梵高和毕加索等多位大师的作品。 据报道,负责承销此次拍卖的国际债券保险商FGIC已经向底特律地区的美国破产法庭提出了请求, 希望法官允许竞标者对美术馆的代售艺术品进行评估。 不过,这次拍卖在当地引起了极大争议,底特律市负责债务重组的财务官员凯文奥尔公开对拍卖表示反对。 他认为,失去这些馆藏真品将对底特律的城市形象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